昨天在立法會的大會裏 又再一次發生 有人干預和阻止立法會人員 執行職務擾亂會議 在主席多次命令之下 仍然拒絕翻回座位 令到會議沒有辦法進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被人干擾 而無法進行會議的情況 已經出現很多次了 女勸女犯明環不靈 在無奈之下 我們決定報警處理 因為根據《權力及特權法》 他們已經觸犯了有關條款 我現在請佩帆講講有關條款 我想再重複多次 昨天11月2日在立法會會議的進行期間 大概到5點多鐘左右 立法會主席命令許智峰議員離開會議廳 在立法會人員準備執行 立法會主席的裁決的時候 其實有多名反對派議員即時離開座位 走去許智峰的周圍 涉嫌阻礙立法會的人員執行職務 以及擾亂會議 在主席多次命令之下 仍然都拒絕返回座位 導致會議程序中斷 而可能觸犯了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9條B 以及第17條C 我們認為反對派議員刻意挑起時端 嚴重破壞了立法會的運作 這個情況亦不是第一次出現 亦有機會變成他們阻礙立法會 繼續運作的慣常手段 我們認為這些涉嫌違反法例行為 是不能再容忍 亦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決定向警方舉報 要求嚴肅跟進調查的 第17條B 是藐視罪 第17條C 是藐視罪 就是任何人 任何人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 會議舉行的期間 引起或參加任何騷亂 致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的會議程序 中斷或相當可能中斷 而第19條B 就是干預議員、立法會人員或證人 是犯任何人、襲擊、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 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這兩條都是跟昨天的事件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認為有反對派的議員 涉嫌干犯這兩條的權力及特權條例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就會去警署報警 其實大家昨天都看到 除了反對派的議員濫用議事規則 瘋狂拉布之外 也都有許智峰議員等、一干人等 嘗試衝出去主席台 其他反對派議員包圍著他們 阻止不服從主席的命令翻回座位 導致我們會議被迫結束 其實大家在過去的一年類似的景象 是不止一次出現 很多市民包括我們 都覺得非常之憤怒 覺得不能夠容忍下去 也都不能讓立法會這種亂象 是摘非成事 因為長此下去 立法會將會是無法正常運作 所以我們希望是要撥亂反正 這次我們的報警 是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十九條B和第十七條C的 我們希望立法會是一個莊嚴的議事殿堂 是受到法例的保障 令到它能夠順暢的運作 這些法例就是我們保障立法會順暢運作的難以基石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報警 是警察有關執法部門能夠嚴肅處理 去糾正我們的一個立法會的基本的秩序 讓我們的議事能夠正常的進行 請問你待會是誰做報案人 我會是報案人 舉報誰 舉報誰 舉報這件事件 舉報哪個人由警方調查 是灣仔警署 灣仔警署 其實這些你們想說的臉象 以前都發生過 為何這次特別是用PMP這條路來 打算去報警呢 因為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 以往曾經發生過 但是這次已經是再次發生 我們覺得他們是刻意製造時端 也都是有機會成為他們慣常的搗亂議會的手段 大眾市民其實都已經忍無可忍 所以既然有人涉嫌干犯這個特權條例的話 我們覺得應該嚴肅去處理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知道 看到 過去都出現了很多次 假如他們依然在會議廳 令到你的會議沒有辦法進行的話 而保安人員邀請那位被主席逐離牆的議員 當然是請他也不去 而其他議員再去保護他的話 在這種情況的話 除非保安人員會強行去抓此 這樣的話 可能要造成雙方都會受傷 我們也不想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也都勸喻了有關一些反對派議員 這些行為是違反法例的 但問題在 依然就是一二再二三 假如我們今次不報警 不進行這行動的話 那我相信未來都會繼續發生 立法會的運作將會嚴重受到影響 何君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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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昨天的事件中,昨天的事件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香港的法律在香港的法律中, 任何人阻止通常的聚會的聚會。 請問為何我們沒有行動和公司的報告, 而現在我們現在要行動。 在此刻,答案是很明顯 很明顯,它曾經事件事件 它並不代表得更多 昨天,它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有關重點的事件 而終於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的事件 請問警方法定是否適合交給警察? 非常好 過去去年我們也看到有人衝擊議會 這件事是向警方舉報 也已經將有關的涉嫌人士作出調查 所以並不是說 在現在我們講的一般情況裏面的 會議的舉行 有任何口頭上的辯論問題 而追究任何說話的後果 因為言論是自由 在議會裏面也確保得到 是免受刑和民事的喜責 但不代表行為 在現時的這條條例裏面 寫得很清楚 任何人士阻撓立法會的大會 或者下面的委員會 任何委員會的情況進行的話 都是干犯刑事的罪行 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 正正就是要保障立法會 可以正常運作 而不受到任何人的干擾 所以以往也都有 已經有個案例 有人去騷擾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無論他是市民還是立法會議員 都是會受到檢控的 這個不是一個先例 請問這次報警行動 是這麼多個建制派政黨 都是同意和支持的嗎 是 包括自由黨、新民黨 以及其他的獨立委員 這個就要問回日班長 但是通知了大家 我們通知大家 我們會有這樣的決定 假如大家認同 和什麼的話 在這個時間 我們一齊來麥兜 跟大家說話 所以我們等齊了這麼多 我們就進行這件事 我們去收稿 有沒有知會主席 有沒有知會主席 你們會有 我沒有直接跟主席談 但是我們是自己內部的建制派 大家相認的 但是你覺不覺得 會好像擺了梁君彥 擺了一邊 你去過去 為什麼不找他 OK 我想我們都是看回那個事實 和那個實際的情況 大家見到現在議會的秩序 反對派是用瘋狂的手段 去拖垮議會正常的運作 不論是濫用議事規則 去瘋狂拉布也好 或者是透過一些具體的行為 阻撓正常的議事的程序 進行正常的會議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被迫走到這一步 整件事就是反對派 是嚴重干擾我們正常的議會運作 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正好是保障我們立法會 能夠正常運作服務市民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那個問題的根源 此作勇者就是一班 無視法例 無視議事規則 的一班反對派議員 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過去發生了這麼多次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或者換這個會議廳 或者是延長會議 還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去到昨天你看到 就是沒有辦法 是真的他們死都不肯出去 當然你要要求那些保安人員 用那些更粗暴的手法 拖人家出去的話 可能會導致雙方都有受傷 這個是我們相信 大家都不想見到的 但是假如這件事 我們不阻止 繼續下去又會怎樣呢 就是我們商議 看到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不可以令到議會 繼續這樣停頓的 所以因此 就在通定思通 沒有辦法之下 我們唯有就進行這個 去報警這個行動 我本間請何君堯議員解釋一下 這些法律的觀點 講說為什麼不是找主席呢 因為其實 立法會團體和特權條例的 執法工作 我們英文叫Delegation of Power 就應該是由我們找執法部門 就不是找主席的 所以很清楚 我們如果要執行這個法例 就找回警方這樣 所以這個何君堯議員可以說回 我們不是說叫警方去介入議會的運作 我們只是認為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是需要由執法部門去執行的意思的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那個你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是收到 知道郭培凡議員和蔡良議員 他們都有這個打算 我們工聯會認為 這是一個好的提議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 看到議會裏面繼續有這個亂象 所以一會兒 陸眾同事會和他們一起去報警 我們希望這個是交給警方去做一個調查 我們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 我們這個立法會的特權條例 能夠成功地實行和執行的 我們會一起去的 到時是需要一位報警 即是做一位這個案人 落口供 還是需要幾位 還是怎樣呢 那到時來講 我們去到這個Police Station 那時候再跟他們談 在這裏我想少少補充 多謝Alice剛才問的問題 實際上主席也可以報警 我們作為議員出席會議 也是受到這個非法干擾的行為 導致議會未能夠繼續完成 所以我們也是在某程度來講 受影響都是當事人 所以任何一位議員都可以 實際上在香港的法例來講 大家都知道 並不是一定是當事人 才可以去報警這回事 所以任何見得到 有刑事罪行發生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這個投訴 但是當然以昨天的情況來講 那個警象 我們看得到 我們是第一現場 也都見得到這件事情發生 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今天幾位議員 提出這個投訴 去警方去報案 這個是很合適的 不是一定要主席 當然我相信 這件事也都 我們會跟主席溝通 大家會在這方面 完全沒有什麼隱蔽 在這方面的溝通應該都會很通透 多謝 會不會被人感覺官禁不太好 就是覺得你們自己進入立法會 搞不好 就要向外球 要報警搞到 即是開不了 我相信這個完全不是這回事 官禁不是我們 我們是去處理一個罪行 和犯了事 我們要追究 反而應該 我相信香港普羅大眾市民看得到 官禁做得這麼差 並不是我們 實際上 昨天看得到 涉嫌干擾了我們的議會 以及不合理拉布 爬格仔等等 這些是完全很粗暴 以及很不合理的態度 再說一次 我們是想確保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是得到遵守和執行 所以如果官禁差的話 就是當有法不醫 或者有人犯法 而我們去做一些相應的行動 可能官禁會更差 正如我們昨天都說了 其實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就是被君子去守 但是當不斷有人去濫用議事規則 破壞議事規則 甚至去到涉嫌 觸犯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時候 這個已經不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可以再保障到立法會 可以正常運作的問題 所以既然有人涉嫌干犯法例的話 作為立法會議員 甚至大眾市民 其實都是可以去舉報的 And when there are lawmakers who walk out of a meeting intentionally is that a disruption of a meeting? What do you mean by lawmaker walk out from the... Like if lawmakers decide to walk out a meeting in protest? Yes Is that a disruption of the meeting? I think we should pass a report to the police OK? And let police do the investigation Let me answer your question directly Anyone in Hong Kong is entitled to have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K? Includ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ncillor So if he walks out for whatever reason That is his own decision There's nothing to stop him from leaving And that is not really the case That's not the case that we are pursuing at this moment So what's your next question please? But like that's disrupting the meeting No, if anyone who moves who walks quietly leaving the room is not really an obstruction as such It's common sense, isn't it? I think it's about Thank you 三點半可以嗎 能否說到 三點半 三點九 三點九 警察總部 三點九 三點九去到好嗎 三點九是好 三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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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九